本集見 同志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大盤今天是漲了107點 突破前波的高點 8951 今天到8969 又突破了18點 当然这18点突破也用了18天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 今天是大涨107收最高 大盘目前这格局在这里 那我们把这段放大 也就是说这根4月25号 这根的高点是8951 那从这天开始盘了18天 好不容易今天终于突破了 今天高点是8969 也突破这高点18点 突破这个黑黑棒的高点18点 18天之后终于正式突破 可惜量能有点不大够 因为只有800多亿 所以我们说这个盘 明天非常的重要 今天涨上去没有错 那明天如果再压回 又回到原来的盘整的格局 今天美中不只是量不大够 那我们说现阶段 到底应该怎么来操作股票 我昨天到一个亲戚家里去坐 这个是我阿姨 结果我看到姨丈 脸臭臭的 也不晓得为什么 那我就问她 姨丈的这个高点 这个有顺利吗 股票操作的顺利 大盘最近还不错呢 她说不好啊 她说今年一整年 一整年 不但没赚钱 还赔了很多很多的钱 那我就问她 你买了什么股票 她跟我说 她买的都是一些 低基期的股票 那我当时就问她 那你为什么买这些股票 又来了看电视节目 听人家讲 低基期的很安全 因为毕竟是劳工阶层 低基期的非常安全 买了比较放心 她就去买 结果不但没有涨 还跌了一年 这一年一直在痛苦当中 股票没有喜悦 非常的辛苦 低基期股 很多人在讲 这个大涨的股票不敢追 那买低基期的比较安全 那我就跟你说 低基期的股票少碰微妙 在一堆烂股里面 你要找到一个 大波段转强的机会 的股票机会只有1% 那如果你不敢去切入 也不知道怎么切入 正在走强的强势股 那你要赚到钱机会 就非常的难 低基期的股票 少去碰微妙 我想我就举她操作的股票 忠实化 忠实化 这两年的高点39.3 跌到这里 快要破10块了 目前11块左右 那你看这两年来 她非常的难过 因为股价一直跌 一直跌 一直跌 她以为39块 跌到20就已经很低了 对不对 已经跌一年了 结果没想到20又跌到10块 财产又一半不见了 20块又跌到10块 她想说39跌到20 都跌5成了 很安全 股价跌5成了 LW5则卖很安全 这是她的操作观念 可是这关联到最后 我发现都是错的 投资票你也可以发现都是错的 20块跌5成了 你觉得很便宜 因为40 39.3 等于40 跌下跌到20 那跌5成很安全 结果没想到又跌5成 天哪 结果这一年她都很痛苦 为什么 她去买充实化 我就问她 那你为什么买充实化 她就跟我说 那股票怎么样怎么样 有很多题材 土地又非常的多 在高雄 钱责的土地又集万平 集万平 资产吓死人了 讲一大堆理 最后就是跌了 那比较这个理由都没有用 对不对 最后20块要跌到10块 那我们说这档股票为什么不能买 答案不是很简单吗 你有看到翻多吗 你说这里有翻多 下面没有翻多 你看这两年内你没看到三条线一起翻多 两年过去了哦 你没有看到三条线一起翻多没有 从最高点下来 这里 哇没有啊 下面翻多 主线曲线没有翻多 跌跌跌跌跌到这里 曲线翻多了 动能线又没有翻多 所以你看两年过去了三条线从来没有一起翻多 所以这种股票我不会看 理都不理他 那我们知道这种人的心态是什么 他就是要买便宜 他怕风险 他觉得这个比较安全 结果没有想到更危险 大家觉得做捷运比较安全 不会发生车祸 不可能捷运撞到一起 这机会太低了 结果没想到更不安全 一下被杀那么多人 看来真的心里很难过 所以不要随便让小朋友去打电动 父母一定要管制小朋友打电动 打那个不好的电动 什么杀人游戏那个不准他玩 为什么这小朋友会去杀人 电动玩具玩习惯了 杀人很过瘾 就要去杀人了 也造成社会的悲剧 大家觉得捷运很安全 就好像也不安全 你觉得低机起股票很安全 结果也是不安全啊 投币说我们是会去买 中石化的人 那你再问他 我就问他 宜藏你还有什么 我都不用猜就知道了 中环来得啦 对 宏达店 为什么 这都低机起了 你看这10年前在这里 民国88年 今天都已经104了 你看经过这几年了 经过这15年了 从350几块 然后就跌下来 然后都在这里 每年都低机起哦 你看机起都很低哦 有没有 都非常非常的低 结果跌到2块 那你有想到300多块的股票 350的股票又跌到2块吗 300多块跌到200就觉得便宜了 跌到100更不用讲 结果没想到100又跌到2块 那每年机起都很低 因为都不会动了 一条线了 那投资人就散户啊 那散户又不懂股票操作 就喜欢买低机起的股票 当做去菜市场买菜 100块的鱼现在卖50块 哦好便宜好便宜 赶快买 不是股票不是鱼 所以你不能拿菜市场的观念 拿到股票市场买 不一样的哦 一定有莱德一定有中环 为什么 这200多块跌下来了 所以你看发现它最后 机起每个月都很低啊 每年都很低 10年过去的都很低 买完之后很痛苦 那我就猜 心里都可以猜得到 它一定有宏达电 为什么 1300跌下来了 跌到122 所以它一定会买这种股票 机起很低嘛 甚至它会去买什么 买益君光 这五档股票我竟然猜对市场 我心里在这样想 我没有讲出来 竟然被我猜对了市场 一君光 为什么他会去买一君光 357 跌到破百 80几块 那为什么他会买一君光 很多散户为什么买一君光 买轟达电 1300跌下来了 跌到500很便宜 跌到400更便宜 跌到300也很便宜 怎么不加码摊品 再跌到200 我把财产都压进去了 结果跌到122 那为什么买一君光 你大力光 做股王 股价涨到2000 大力光一君光都在做镜头 大力光冲上去 一君光也会跟上来 这散户的想法 最后去买一君光 天啊 这两年都很痛苦 为什么都没有长 看大力光每天长 看一君光都不长 心里很难过 大力光当股王 长到2050 结果一君光 竟然从350几块 跌到破百 所以你看这个心里的煎熬 有多大 就像两个兄弟 爸爸妈妈就生两个兄弟 一个读读读读到博士 那一个每次考试都不及格 还被留级 大学去考 考不上 又到补习班也考不上 哥哥一直读读读到博士 弟弟都考不上 那一比较之后 心里很痛苦 同样在一家人一起吃年累饭 一起过年一起过节 哥哥很有学问 读到博士 弟弟还在补习班混 你看这个落差太大了 心里就很痛苦 那同样买这种股票的人 心里也很难过 为什么 看到隔壁 看到邻居的人 偶尔赚一点 他的股票每天跌跌跌跌跌跌 跌到疯了 都不看 对股票都没信心了 那原因是这个市场不好吗 不是 是他寻股方向错了 跟这个市场是没有绝对关系的 懂意思吗 所以先想看 为什么一金光不能买 你看这个格局可以买 天哪 来特写 这么就是最高点也没有用 根本没有玩多 这么多反压 来摄影师不要睡着 特写 来 摄影师 不要睡着了 来 来 有没有 这么多反压 你去买也没有用 到最后破底了 你后悔了 进口拉圆 原来这是空头格局的股票 而且反压这么沉重 所以这种格局的股票 张一鸣不会去买 不但不会去买 我会空它 你觉得我会跟他客气吗 我不会客气 我会放空它 放空放空 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格局 看到很多投资人做错 你不一定要来参加我的会员 没有关系 你只要做对 我都很开心 股票市场的钱 就是让大家有本事来拿的 那你不要把钱赔在这里 这对你很不公平 因为每个人的钱都血汗钱 尤其景气也不是那么好 大家赚钱都很辛苦 那这个时候 什么都涨 薪水没涨 连捷迷都杀人 那我们更应该 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到一点钱 来让我们生活更充实 不是把我们辛辛苦苦赚了钱 每天加班 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了钱 然后把它赔在股市 我相信你这样一定会很不舍得 你也不甘心 对不对 不懂又爱乱做 没办法 这一定会赔钱 如果你的每一笔操作 家人都会帮你担心 替你担心 同学朋友 你看这样多不好 是不是非常的不好 你看这小孩去杀人 大家也会怪他爸爸 你怎么没有把小朋友交好 去接音杀人 一杀杀那么多人 为什么没有好好教育这个小孩 他爸爸有脸赶出来面对社会吗 没有脸啊 对不对 那同样你做错了 同学朋友 你的家人或许没有指责你 我们说先生做错股票 老婆会不会指责 先生你这么笨 股票每次你不买大力光 你去买一斤光 他赔赔赔赔那么多钱 不会的 老婆心里也是要承受 先生做错股票的痛苦 他也不讲默默放在心里面 看先生都这么难过 他也不是故意要做书的 他看他这么难过 他会指责他不会 但是心里 去默默去分担先生的痛苦 那也就是你做错股票的时候 你的痛苦会让家人跟你的分担 当你做错股票了小朋友说 爸爸我要买一台电脑 你会舍得说 我口袋没关系有钱你赶快去买 爸爸我要买一台手机 手机昨天掉到马桶 很多人喜欢在上厕所玩手机 不小心擦个屁股 手机掉到马桶了 爸爸我手机后来要买 掉到马桶要买一只新手机 没钱去修理 叫你去修理 一修理又修不好 手机都让你动不动的当机 那为什么 因为经济受到压力了 所以很多动作你没办法做 出国去玩 暑假到了出国去玩 不敢讲 去上个馆子不用啦 去菜市场买回来煮一煮就好了 那你看生活做到多大的压力 加了去玩一玩 不用啦看电视就好了 真的是很不好啦 所以你的每一笔操作 不要让家人替你担心 你想想看你有多久 没有跟家人大声说 我赚到一笔大钱 我鸡啊我的这个智威智情 这两场股票赚翻了 数钱数到手都抽筋了 太开心了 你讲不出来 因为你没有做到啊 你多久没敢 没跟家人说你赚到一笔大的 投这边哦 是不是很可惜 有啊有这个机会啊 不要让那些年书版的股票 就像我刚刚讲的 每天机起都很低的 5年10年都在低机起的 浪费你赚钱的时间 当这些股票要上涨的时候 我看大盘要回党 通常都这样啊 弱势股补涨 就是大盘要回党 你要记得哦 不要下次我说我没跟你提醒哦 这些都是股票里面最基本的常识哦 如果有一段股票套老是一个障碍 那你看你又套中石化 你又套了这个中环来得 套红打电套一大堆 那很多套的股票就是一堆障碍 投这边哦 如果你的股市人生 面临的是一堆障碍 有一个投资人说 来参加我演讲说 他中市套了500张 套了500张他想要参加我 可是没钱 因为他舍不得卖 这些都是他的障碍 你看这么多股票的障碍 这些障碍你没有去排除 你怎么会有未来幸福美满的人生 你什么时候才要下定决心 把这些障碍全部扫除 你什么时候下我也不知道 那就看你自己 那不愿意下不愿意下就要继续嘛 那也不能强迫 我这边哦 中市 讲一下中市好了 他说去买中市 问他为什么去买 他土地题材很多 我跟你讲 土地题材再多都不会比中市化多 我再讲一遍 中市土地再多也不会比中市化多 就中市化 39.3跌到快要破10块 跌了75%了 你看你因为一个题材 然后去买 你会觉得你好像错了 我都没有跟大家讲 很多资料很多指标 你看到题材 请问谁看得到 你看得到别人也看得到 这是公开的 你靠这种东西赚钱太困难了 我这边哦 我的每一张图卡都很重要 每一张图卡都是个重要的观念 如果你找这个观念你就有了 三年前你就有 你不会去买中市的 你不会套在中市里面 为什么那是公开的资料嘛 中市有什么土地 哪里查不到 每个人都查得到 那每个人都查到 每个都看得到的东西 你要靠他来赚钱 不要做梦了啦 以前睡了靠面啦 懂意思吗 为什么中市不好 请问他是多头 请问他有没有很多的障碍 有哦 那这种股票你去买他 你怎么会赚得到钱 懂意思吗 所以但你看不懂这种关系 看不懂这个道理 来你看周线 请问这是要大涨的股票 你有没有看反压这么纯重 他克服了吗 没有 那没有克服反压 请问他怎么涨 那更不要讲你去买他这一段 那到这里我刚刚讲 你没有克服这个反压 对不起不可能涨的 所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一档股票 三秒钟就把它看完了 那同样看一个投资人的股市人生 一样三秒钟就看完了 你今天买的是中市 你人生未来会多美好 我看很 到今天为止啦 但这天还是两空的格局 周线都两空 那日线根本不用讲了 所以到今天为止 这格局你会买这种股票 那表示你选股的策略 选股的方向 选股的技巧是错的 那你说你的股市人生会多美好 我不相信 我说的是实话 或许得罪你 要不好意思 但是我总要讲实话嘛 对不对 重生日 套到股票就跟垃圾一样 越多心里越不舒服 你家里堆了一堆垃圾 你闻到那个臭味你就受不了 今天研究人中午吃大蒜 到了办公室 哦那要炒哦 你先出去漱口 我上节目不能头晕 我头晕怎么上节目 光吃个大蒜 我都觉得嘴巴很臭了 更不要说你家里堆很多垃圾 那你很多垃圾越多心里越不舒服 头面有一天 你把这垃圾全部清了 那一天就是你的重生日 这一天什么时候 你自己决定 因为没有人可以帮你 我说你把中式卖掉 你不听 那你不听我也没办法 我不能强迫你 强势股切入 张一鸣都买强势股 强势股三线翻多的 强势股切入 赚大赔小 偶尔小赔一笔不会怎样 强势股切入 赚小赔大 刚好相反 所以一个心态要买强势股的人 要买低机起股票的人 他的结果就是这样 赚小赔大 这是他的股市人生 所以你就可以帮他算命了 这个人将来股市一定赔很多钱 所以我们说操作方法很重要 心态很重要 你用什么方法能够快速找到强势股 判断弱势股 有没有 那如果没有 你怎么可能赚到股票上的钱 天啊 原来在这里很多买进巡套 来 摄影师 哇 漂亮 这么多买进巡套 这里多少 10块不到 头没有 89块 今天18了 都已经涨一倍了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方法 在这里找到 在这里 就在这里 对啊 10块左右 89块的时候 如果你有这个本事 在这里找到很多买进巡套 然后买进去以后 哇 对不对 3、4个月后 你的500万变1000了 因为涨一倍了嘛 这就是一个选股的方法跟技巧 这是我在用的 那你用什么方法我不知道 一家 哎哟 天啊 涨到40了 那如果你有本事来特写 18块 对不对 你就知道他已经买进去 他出现15、6块 头没有 来 镜头拉远 经过3、4个月后 哇天啊 你的500万可能变1200万了 是不是这样 这里是哪里 就在这里啊 那当这种隔级出现的时候 你看得懂吗 就在这里啊 你看得懂吗 那如果你看不懂 你怎么赚到这一段 是不是 来 基亚 哎哟又来了 这个摩托马金讯 那如果你就这里看得懂 这一段就是你的 这一段 这里看得懂 这一段就是你的 虽然很多人说 基亚 张云敏你怎么操作 可以赚200多块 就这样啊 有没有很困难 说真的没有 但是真的要有方法跟技巧 头没有 你想想看 一次赚10000跟赚1000 差很多 头没有 张云敏做基亚 吓死人了 做智晴吓死人了 哇 赚那么多 所以你想想看 一档股票 你一次赚10000跟一次赚1000有一样吗 头没有 绝对不一样了 真的是让人家很感慨 所以股票怎么操作 你必须找到这个正确方法 找到这个正确方法 就是你的重生日 有没有道理 我们这段广告 再回到现场 我新东区捷运造新都 大戏指经贸人区 南港下一站站前300米 京东区捷运造镇 小资宜居最首选 绿海警官一至三旁 新杰都震撼登场 新杰都 8642-1155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 财富人生 制付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 财富人生 制付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头痛 仅用五分珠 爸爸 儿牙 儿牌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倒快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儿牌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理打鼓也是 胎肉舞 吹乞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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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乞 走 欢迎回到现场 卢虹 仿制国的股王昨天跌停版 5月21号昨天跌停版 当然跌停版的原因是什么 有人说他的 给他下订单的这个 加拿大的LuluNemo 是一個全加拿大最大的運動廠商 可能給他抽單了 當然他今天否認他說沒有 沒有抽單 就是沒有這件事 到底有沒有 我們也不知道 或許有一天又變有了 股市本來就這樣了 好那我們看一下 哇天啊沒有都跌那麼深了 那如果將來有還得了 所以我們看一檔股價這樣跌下來了 他跟你說沒有好了就都沒有好了 問題是你股價已經賠三四十塊了對不對 不只喔一百多塊了 這四百零七到現在已經破三百了 所以如果你投資他你一百多塊不見了 他說沒有啊 問題是你賠那麼多錢啊 那你怎麼辦 所以我們顯然重點不是他有還沒有 是股價在高點的時候你要知道要跑 對不對你管他有還沒有 現在跟你說沒有又怎麼樣 你已經賠一百多塊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思考一下 來這是股神圖 如果在這裡你就知道 不對了趕快跑 那你可以避開這一段了 這四百多塊 那你到了這一天破三百了 你才知道他可能有一些狀況 或許不是被抽單 但是一定有狀況嘛 不然怎麼會跌那麼深 那不管有沒有被抽單都不管 你已經賠一百多塊了 所以想想看 有沒有哪一個對你有幫助 你在這裡知道對你有幫助 還是在這裡知道對你有幫助 今天就算證實他被抽單又怎麼樣 你要賣都已經賠一百多塊了 這個不是你要的 你要什麼 你要這個啊 我在這裡就要知道要跑 在這裡知道就完蛋了 賠一百多塊了 來 生態昨天漲停 生技股來 今天禮拜二又漲 禮拜四又漲停 那我們看到股價一波這樣 砰天啊 拉翻天了 當然漲停力度就來了 哇 生態今年日本的營收要快速成長 今年第一季 去年賺了三塊多 今年第一季賺了一塊多 好像不錯 但是股價 對不起漲翻天了 你看這個消息 你要來買 好啊 你來買 那你看你要用多少成本來買 那如果你在這裡就知道 你看多好 來 那怎麼在這裡知道 看股成系統 同一張圖 切換成股成系統 哎唷 這裡就這裡 同樣 哇天啊 你買在這裡是贏家 那你買在這裡心經膽戰 或許會賺錢 心經膽戰對不對 所以我們想想看 你要不要買在這裡 你買在這裡怎麼做都買贏 哇已經賺二三十塊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那你買在這裡 不知道 會贏會輸不知道 看到利多在海追 同一面喔 總是買得很高很高啦 所以你要哪一種 你要在這裡就知道要買 還是要在這裡才知道要買 你還是要看到消息才知道要追 同一面 你要什麼你要想清楚 你要賺他的股價價差 還是賺他的合理性 你要想清楚 這是生技股 張藝鳴說 神經股怎麼操作 很少人懂這個道理 為什麼 我怎麼可以賺這麼多 那基亞到底在做什麼 智勤到底在做什麼 對不對 到現在 或許你懂了 或許你懂得比我多 哇基亞他什麼 接到哪一國的訂單又怎麼樣 跑到第幾階階階段又怎麼樣 我不用去知道這個 我都可以賺很多錢 對不對 誰賺得比我多 好像沒有嘛對不對 那我怎麼做到的 因為我有個正確的觀念嘛 因為我知道他操作技巧在哪裡 我不用去研究他基本面 我要研究如果透過操作賺到錢 那就夠了啦 懂意思嗎 我不是研究他什麼產品 什麼甘來遺戰也不用啦 我要比了什麼 比誰會看線型 當我懂這個道理我就會賺到錢 股票市場就是要賺錢了嘛 不是嗎 來 很多人說股票市場沒機會沒行情 哇天啊 一個接一個啦 這每一個都賺很多錢 資情啊基業啊一大堆有沒有 哇一個接一個一個接一個 當然做完九個股票而且都賺了不少錢 你會覺得好像機會差不多了沒有了 未來還有這麼好的行情嗎 來 還能夠再第二次嗎 又重來一次嗎 投資朋友這都放到口袋了 還能夠再重來一次嗎 後期你正在納悶來 又來了啊 成德 永信 後面喔 未來會有第三檔第四檔第五檔喔 成德 永信 永信成德啦 永信 哇天啊 奇怪為什麼這段都不買到這裡開始買 那買完之後 震盪很厲害 張一銘你怎麼還賺得到錢 你知道這一小段震盪我賺多少嗎 我已經做四趟已經賺18.8了 普通會員做的喔 全部都普通會員做的 18.8了 你看利不厲害 這段震盪的利不厲害 很厲害喔對不對 哇 無煞煞很多人都迷糊了 這個盤一轉 劍無煞的遊戲叫瘋狂 狂鏢飛碟 一轉每個都分頭了 喔喔喔 壞掉了 張一銘你怎麼都不會暈 因為古銘系統很簡單啊 我看就知道這一段是買點 我就不會暈啊 懂意思嗎 這有什麼困難 所以是不是很簡單 你就可以把錢放到口袋了 頭這邊喔 來 成德 我已經做三趟 普通會員做的喔 又做20.5了 20.5很多耶 很多很多耶 這不是掃錢耶 10張就好了 每個都要20萬了耶 頭這邊喔 所以股票怎麼操作呢 為什麼做成德 所以這段關係呢 沒時間人講了 就做這樣 這一段就好 一小段就好了 你們發現張一銘都做了三千萬多的股票 後來未來還有什麼 喔還有喔 或許這個還是喔 第三檔第四檔 後來就是他囉 東檢 哎唷 三線翻多 你看前半N9開始噴出 有沒有 三線翻多來囉 有沒有 後來就是第四檔 很多買進去 要出去會不會跟雞亞一樣 到這邊喔 所以股票市場就是有機會 一千多檔挑一兩檔就夠了 這就是你的機會 困不困難 不困難 但是有工具有方法 終結痛苦 賣相快樂 主控權操控在你自己 不是別人 高手隨時都在 行情隨時都有 你要勇敢跟上 勇敢跟上 你的人生就會不一樣 我們進到這裡 明天再見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薦飛機之客 也有價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 投資風險 謝謝你的幫助 讓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想幫助別人 卻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過租屋服務平台 租給有需要的人喔 不僅可以免費張貼租屋訊息 最高每年 還可獲得一萬元的修繕補助喔 目前已有六個縣市 加入租屋服務平台的行列 請上網查詢 詳細說明 租屋服務平台 愛屋及屋 一起來 內政部營建署關心您 大禹國際投顧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限期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市負專線022500